为了宣传水资源的保护,法国游泳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推出了名为水之夜的慈善活动,吸引众多的民众前来参加。 由法国游泳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推出的水之夜慈善活动于2008年正式启动。 活动期间,法国各地的游泳馆在晚8点到午夜之间特别开放,并在法国游泳队队员的参与下举办潜水、水球、发浪游泳等丰富活动。 目的是宣传游泳对健康的益处,并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募捐。 活动开幕的第一天便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参与。 这很喜欢,现在有很好的景气,没有问题。 然后我和我的相伴一起在这些活动,所以我也是为了帮助他,为了鼓励他。 我和我的相伴一起在这些活动中,为了帮助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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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和我的相伴一起在这些活动中,为了帮助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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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和我的相伴一起在这些活动中,为了帮助他,为了帮助它,为了帮助我展示很多mac 1954决 recruited。 这些活动效应源络对它们是альную关键率的话。